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 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都不知道 有一会儿了 你在外面打电话呢 跟夏晴见面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呀 发展怎么样 真不是我说的 夏晴去杭州开会 跟龙王见了个面 聊聊你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么闲 不如早点去深圳上班 还有 你以后少在棉花面前胡说八道 棉花跟你打我小报告是不是 我进游戏 找了算账 找啊 算了 小棉花最近打游戏 还是进步挺大的 而且咱们队伍里有个姑娘 挺不容易的 对了 曲名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明天要请咱们吃饭 陆家嘴六点半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我 我明天 别别别别 你别总这样 这抠门鬼好不容易请咱吃顿饭 而且是为我践行 你给点面子行不行 我告诉你啊 上海大学同学可全都去啊 你想好了 你这下午我不能定得到 行不行 你第一天 请ись会 对槛 你还在ぜhe 都 gra 83 00101 你咱俩还是她的 您如何 您怎么期望 transientatte 我 我要你 好 好的 请给我来 我给你个小鸡 我给你个小鸡 你就是不买 现在 赔了吧 啥 傻了吧 这儿就 是不是 吃饿了 谁 你好 称霸两大专业的大才子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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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到了 我们没来吧 没来吧 没来吧 迟到了你们俩 迟到了 你们俩怎么一起来的 陆家嘴就这么大 都让碰见了 碰见了 同学们 今天于途能来啊 我发自内心的高兴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们呢 你说在学校的时候 他不是泡在图书馆 就在别的系 是不是 也不跟咱们玩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 恒天学 也不是吧 在球队于途 还是咱们系的主力呢 对 别求他 篮球 足球 你说 篮球 你胡说八道 我是篮球队队长 我能不知道吗 我当时是球队中锋 对不对 那于途哪个人 怎么这么多年曲名 还喜欢酸泥 你都跟夏晴分手了 理由也不存在了呀 曲名 你不是夏晴也来吗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对对对对 我给他打个电话 他应该是在路上了吧 安静啊 爱玛 爱玛 你怎么还不来呀 你说 吃饭的地方 就离你酒店两个女儿 没事 没事 你先忙 没关系 咱们下回再约好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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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怎么着 夏美女不来了 北京临时有急事 现在刚赶到机场 这怎么没给你打个招呼呀 说了 刚想给我打电话 那太可惜了 咱们大家这么久都没见 是 夏晴在微信群里 跟咱们道歉呢 本来约好今天和大家聚会的 昨天临时有事回北京了 忘记跟你们说了 曲名 你不是夏晴今天刚到北京吗 这怎么 点餐 点餐 对对对 点餐 点餐 就怪你们刚才那么乱 我都听错了 对对对对 不管他不管他 点餐 点餐 位置 先来 咱们这也不在酒啊 还搞什么东西 聚会给我建行啊 建什么行啊 明明就是想约夏晴 该约约不来 一定得约啊 这倒是把你给约来了 无法你把它给比成狗啊 九零年的拉费 年份不错 咱们畅饮 畅饮 对了 于途 那天我遇见一个隔壁班的 他说你去他们公司应聘了 叫什么名来着 中文名我给忘了 反正就在那个人望手底下 国资的 于途不是在航天研究所吗 对啊 对啊 所以于途 你是要跳槽啊 我可提醒你了 你要是现在出来 就跟重新开始一样 薪水你们猜怎么着 跟应届毕业生一模一样 怎么比我还在啊 明天于老师看到我的战绩 又要批评我了 嗯 喂 喂 金金 你让我来买色拉 你赶我碰到谁了 本来是个英雄总教头于老师 你知道啊 我知道他去那里吃饭 才想起他们叫色拉 你买了色拉就回来啊 千万别去找艾德卫 回头又不肯收贴 哎呀 我知道的 我买个色拉找什么老板啊 哎 我就在这旁边坐着 任老师就坐在我对面 你别去打人家啊 哎呀 我知道的 可是 我看到有个朋友 对他特别不友好 说话还讽刺他 老难听啊 失责了 有困难也没事啊 好老同学 老同学帮你引进引进 他在保密单位工作 辞职要脱密期的 你明不明白 你懂不懂 你不明白别乱说 你别把人下情不来跟你约会 你回头把这点打这儿了 你别好话八道啊 你只活三十 这话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么急干什么 时间还长 过一段时间再看 我忘了 您是大科学家 自然瞧不起我们这些 搞金融的 第一个门子 就不用带了 许鸣 你别这么玷污于途啊 他没有瞧不起咱们这行的意思 而且搞科研的 还是搞金融的 没有谁比谁厉害 谁比谁不厉害 但是做人呢 格局却有大小 怎么了 都少说的 咱们哥几个 今天不是要给翟亮健行吗 对啊 所以呢